双集加关注每天学电路 大家好,这里是美登课堂 很多初学者老铁 问如何快速的找出元器件的好坏 成呕高效率的维修电路板 其实很多元器件都是有特点的 那么我们就利用它的特点 就可以快速的找出电路板的故障点 比如说在这样一个开关电源电路板当中 我们可以记住万能表的这个封明档 这个功能相当好 令这个功能档 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很多元器件 它的通移段 成呕判断好坏 比如这个是过流保险师 那么我们直接搭上去 嘟嘟报警生 证明是好的 还有旁边这个黑玻璃球的 这个是热敏电阻器 此类元器件 在冷态的时候 它的阻值也是净负于为零 所以通过测试它的冷态电阻 也可以判断 它是不是坏掉了 直接并连上去 也必须是嘟嘟发出封明声 那么像这些跳线 毫无疑问 它就是一根导线 那就更应该是相同的 如果不通 证明它已经开落 霉段 生锈 再一类就是 这种大锅头带 像这个叫做电流检测电阻器 两个红黑表皮直接变连上去 必须是相同 但这个降压电阻 也必须是嘟嘟发出封明声 证明是相同的 这些方法都是很简单 而且有效的 通过这样来判断测试 就可以压速故障范围 成为快速的找出元器件的故障点 好 喜欢的点赞收藏转发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集合我们的账号 兜兜点亮红星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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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